大家好,歡迎收看HK026.com 我是Apple,Kim師傅 你好,Apple,Hello,大家好 最近是7月14日 你怕不怕? 有一點怕,因為昨天在樓下燒衣紙 突然間開電火,就來龍卷風 你燒嗎? 對,那一刻我很害怕 不知為何,突然關了火 然後就來一來,再開火,才能燒到 然後燒完後,身上也會有些衣紙灰 媽媽一定說千萬回家洗澡 還要滾有葉,我知道 是中國的傳統 煮了那些灰在床上 你怎麼解釋這件事? 首先,宗教的部分,鬼神的部分我就不說了 如果純粹說滾有葉,沖過身那些 信則有,不信則無 看回宗教信仰 如果你信的,你就做了這件事 心安理得 就算你不信的,我都會覺得 這是我們中國傳統的非物質文明遺產 你就當它是一種文化 你就可以這樣做 但我自己就不做這件事 我可以說一個經歷,都是跟煙婦有關的 我初初回到香港 其實我間斷,有段時間回英國 有段時間回來香港 家裡有一間舊屋 一進去就鋪了一層 洗乾淨了床單 睡覺了 冷氣機都洗乾淨了 什麼都沒有了 後來我睡覺 很奇怪的 每天我睡醒 我發現我的皮裏 在床上有些燒紙、紫灰 一拿就散了 不是一塊的,只是一撕就散了 類似你們說的燒家衣,燒完的事 就散了 煤,是類似卡本質的 很奇怪 每一晚都是這樣的 一塊一塊 我一摸下去就脆了 散了 最初我覺得很奇怪 我關窗 可能我還沒有關窗前 他吹了進來 但又很難解釋 在床裏面有一張被子蓋著 和我睡著 第二天我打開一條被子 我就發覺有一片東西在那裡 很奇怪 又不管了 便掃了 第二晚又是這樣 第三晚也是這樣 此類推也是這樣 而那時也是接著7月14日的 於是很奇怪 周圍都是燒 然後家裏有很多怪事的東西 有時候我會 有些東西是怎樣 那個打火機 其實我們那個打火機 我只是點蠟燭 我很喜歡弄到家裏很溫暖 點了幾枝蠟燭 有一晚 連打火機都在我的床上 真的很奇怪 好像在提示 你要燒一些東西 或者怎樣 但因為我是教徒 所以不燒 我是不會燒 我是不可以拜偶像 我也不會出去燒這些 其實我尊重中國 我們傳統文化 無論燒夜 敬鬼神也好 或者燒給祖先也好 總之一種思念 一種神中追元 一種文化 一種孝道 好像周朝那樣 《易經》裏所說的 《孔子》所說的 一種傳統的禮節也好 但我是不會燒 結果 如是者 不了了之 沒有那件事 而中間我也有想過 會不會我開了冷氣 冷氣裡面的塵 吹出來 我直接找師傅 拆開冷氣 你給我洗完冷氣 再拆開它 看看裡面有沒有 沒有 我打掃得很乾淨 不知道塵在哪裡 而那些也不像是塵 燒過的東西 那什麼時候才停止呢 維持了差不多整個禮拜 是不是即是過了七月 都差不多過了 都差不多過了 才停了 是的 真是順不順又來了 是的 好 歡迎大家隨著留言 這個網址 HK026.com 拜拜 拜拜